这张图应该是一幅非常著名的关于视觉错觉的图片了 估计很多朋友都曾经见过 这张图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左边的橙色圆形要比右边的小很多 可其实呢这两个橙色圆形大小完全相同 这就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埃宾浩斯首先发现的埃宾浩斯错觉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物体处在不同参照物的对比之下 人们会对它的大小做出不同的错误判断 这也是不少推理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作案手法 其实人类的这种受到了周围其他事物的影响而形成了一种主观上的误判 这种错觉不仅仅存在于判断物体大小的时候 也会出现在很多其他类似的情景之中 比如判断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和埃宾浩斯错觉抗争了两个世纪的国家 波兰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中部的中欧低地 领土面积大约31万平方公里 人口3800万 这在全世界200多个政治实体之中 可以分别排到第69位和第34位 而波兰经济总量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林立的欧盟27国之中 也能做上第六把交易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波兰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强国了 可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 波兰和强大之间 似乎一直都是两条平行线般的存在 这正是因为在波兰的旁边 有两位常年霸占着列强榜单席位的 更加强大的邻居 德意志和俄罗斯 1939年9月1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而波兰就很不幸的成为了这场世界大战之中 第一个被敌人灭掉的国家 而这已经是在之前的150年里 波兰第三次被俄罗斯和德意志联手瓜分灭亡 在最初版本的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里 就曾经有过这样一句歌词 德意志人莫斯科人都不能阻止手握常见的我们 在波兰人的心里对于这两大强龄的刻骨愤恨 由此可见一斑 只不过这份决心和人们对于波兰的普遍认知 差距似乎大了点 所以波兰的这份决心反倒成为了很多人调侃取笑的对象 以及于在遥远的东方 波兰还喜提了一个雅号 叫做平独阵禄 打波波 这里的独跟禄 指的就是日语中对于德意志和俄罗斯的翻译 独裔还有路西亚 不过和我们一般的刻板印象并不相同 历史上的波兰还真的曾经是一个平独阵禄的强大国家 中世纪的时候 波兰不仅曾经打败过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 重创了后来被包装成德意志民族尚武精神象征的条顿骑士团 而且波兰军队还曾经攻陷莫斯科三次扶植傀儡杀王 这回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波兰千年历史之中的辉煌和没落 波兰的国名来自于建立了波兰王国的西斯拉夫人波里安人 意思是生活在田野里的人 除此之外在匈牙利语 立陶宛语等其他一些语言里 人们还会把波兰称为是莱赫 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位神话传说中的波兰建立者 莱赫 按照大波兰编年史 还有旧杰克传奇这样一些古书上的记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三个兄弟 莱赫 切赫 和罗斯 他们三个人外出打猎的时候 因为追逐不同的猎物走散了 于是就建立了三个国家 这就是波兰 捷克 和罗斯 传说莱赫在追踪猎物的时候 看到一只白色的老鹰落在他面前的树上 背后是一片夕阳西下的飞红 莱赫认为这是来自于天神的指示 所以就留在这里建立了一所城市 这就是位于今天波兰中部的格涅兹诺 而莱赫看到的这个红日白鹰的景象 也就成为了今天波兰国旗配色 以及国徽图案的出处所在 不过莱赫的这段故事虚无缥缈 无从考证 显然只是一段神话传说 说到波兰历史中第一个关键性的时间点 那还得是公元966年 这一年是中国的宋太宗 钱德四年 辽木宗 应历十六年 就在一年前宋朝的大军在建阁之战中打获全胜 灭亡了割居四川三十年的后蜀政权 而在大陆另一边的波兰 西波里安人的首领 皮亚斯特家族的梅什科 在他的妻子波西米亚公主的影响下 在公元966年4月14号接受洗礼 归依了天主教 这一天后来就被波兰人认为是波兰民族形成国家建立的标准 如果说我们把基辅罗斯粗略的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的话 那么梅什科的儿子勇者波列斯瓦夫就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了平独阵禄的一代雄主 波列斯瓦夫在位的时候刚好赶上了神圣罗马帝国出现了皇位继承纠纷 所以他就趁机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麦森边疆区 等到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尘埃落定之后 那两国之间一场争夺麦森的战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一开始波兰军队那是离亭扫穴势如破竹 兵风一度直逼当时德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马格德堡 虽然说后来因为波兰的盟友波西米亚临阵倒戈 所以战争陷入了僵局 但最后这场战争其实还是以神圣罗马帝国认怂的方式结束的 神罗皇帝海因里希二世承认了波列斯瓦夫的女婿是麦森边区伯爵 而且更是把位于今天德国波兰捷克三国交界的劳齐茨地区 直接分封给了波列斯瓦夫 公元1015年把东正教引入了基弗罗斯的基弗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去世 他的儿子们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一场内战 而波兰作为基弗罗斯的一个重要邻国也是应邀出兵 借助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波列斯瓦夫亲自统率波兰大军杀入基弗一度成为了基弗罗斯事实上的统治者 只可惜因为波兰军队在基弗城里胡作非为劫略百姓 最终引发了基弗民众的起义遭到驱逐 尽管如此波列斯瓦夫的权势还是在1025年达到了一个巅峰 公元1025年中国的宋仁宗天圣三年 辽圣宗太平五年 在这一年的4月18号 罗马教宗约翰十九派遣书籍主教亲赴波兰 在格涅茨诺大教堂为波列斯瓦夫举行了波兰国王的加冕仪式 以此为标志 波兰成为了当时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 中东欧最大的强权 不过老子教导过我们 兵强则灭 木强则蛇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号称勇者的波列斯瓦夫征战一生开疆阔土 武功虽胜 却也是刷爆了恶名指 波列斯瓦夫的过度扩张 处罚了一个针对波兰的包围网 所以在他死后 波兰就陷入到了几乎是全部邻国的围殴之中 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一个长达六年的王位空位期 而波兰国运的颓势远没有到此止步 反而是更进一步 在之后的1138年进入到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封建歌剧时代 公元1138年中国的金西宗天眷元年宋高宗绍兴八年 正是在宋金两国第一次达成绍兴合议的这一年 勇者波列斯瓦夫的玄孙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三世去世 波列斯瓦夫三世临终前留下了一命 把波兰一分为五 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成为了西里西亚 马佐夫舍 大波兰和桑多梅日的公爵 而位于维斯瓦和河畔的克拉科夫 成为了波兰的首都 独立于四个公国之外 由他的长子掌管 对外以克拉科夫打工的名义 代表整个波兰 话说波列斯瓦夫三世搞的一套封建集中制 早在三百年前 查理曼的儿子前程就录一一世 就已经尝试过了 结果一个弱大的法兰科帝国 就此是分崩离弃 土崩瓦解 这事在很久以前聊德国历史的时候 还专门细聊过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再去历练一下哪期节目 前程就录一那是这么个结果 在波列斯瓦夫三世这也差不多 波列斯瓦夫三世死后 由于他的遗父子卡其米什二世出生 所以他的这几个儿子们围绕着老爹遗产的再分配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波兰国家也就此陷入了分裂 一直到公元1320年中国的元英宗延幼元年 当时的波兰各国公国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库亚维共爵 矮子瓦迪斯瓦夫 这才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以武力征服了其他各个公国 然后在克拉科夫加冕成为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 算是结束了波兰的分裂局面 瓦迪斯瓦夫一世的儿子就是波兰历史上 唯一以为获得了伟大者这个尊称的卡其米日三世 也就是被誉为波兰查士丁尼的卡其米日大王 卡其米日三世在位期间削弱了大贵族的权力 扩大了城市的自治权 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提高了波兰的国力 同时他还完善了波兰的法律体系 改革了波兰王国的财政制度 极大的推荐了时隔200年之后 才重新恢复统一的波兰各地之间的相互融合 卡其米日三世在位13年 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子嗣 统治波兰400多年的皮亚斯特王朝就此决死 然后卡其米日三世的外上 匈牙利国王拉约十一世就继承了波兰的王位 熟悉中东欧历史的朋友们可能知道 拉约十一世也被尊为是伟大者 不过他这个尊号来自于匈牙利 而不是波兰 所以在波兰拉约十大王 其实并不影响他舅舅波兰 唯一大王的这个历史地位 拉约十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两个女儿 分别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兰的王位 其中继承波兰王位的是拉约十的小女儿 年仅十一岁的雅德维加 然后在波兰的大贵族们的主持下 公元1385年 中国的明太祖洪武18年 波兰和他的异教徒邻居立陶宛 签署了克雷瓦联合条约 立陶宛大公雅盖沃 带领着他的立陶宛臣民们 皈依了天主教 然后在第二年和雅德维加完婚 加冕成为波兰共治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 这段历史我们之前聊立陶宛历史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了 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之后 一代新兴强权横空出世 而他的目标就是在波罗的海南岸 已经活跃了快两个世纪的条顿骑士团 这条顿骑士团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由德意志骑士建立起来的一个宗教军事组织 公元1226年 中国的金埃宗政大三年 宋礼宗保清二年 也就是蒙古光面西夏的前一年 波兰的马祖父首公爵康哈德一世 邀请条顿骑士团来到波兰 帮助他去对付北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异教徒 古普鲁士人 这位康哈德公爵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恢复了波兰统一的那位瓦迪斯瓦夫一世的祖父 条顿骑士团到达波兰之后 花费了整整60年的时间 征服了普鲁士全境 并且强迫所有的古普鲁士人 皈依了天主教 虽说在此期间 条顿骑士团也曾经在楚德湖战役中 被诺夫哥罗德击怕 但是他们还是通过和宝剑骑士团合并 获得了利沃尼亚 这时候条顿骑士团已经控制住了 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诺夫哥罗德公国之间 全部波罗的海东岸领土 占据了波兰所有可能的出海口 所以双方的矛盾迅速击化 公元1409年 中国的明成祖永乐七年 就在永乐皇帝开始亲征蒙古的前一年 一场大战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条顿骑士团之间爆发了 1410年7月15号 双方兵马在条顿骑士团境内遭遇 一场欧洲中世纪规模最大的骑兵对决就此打响 这就是波兰历史上的格伦瓦德战役 这场战斗在立陶宛域里被称为是加吉里斯战役 而在德域里则被称为是坦能堡战役 后来一战时候 德国战胜俄国的坦能堡战役 就是为了向这场战斗致敬 这场战役的三个不同名称 其实来自于战场周围的三个村庄 战斗打响之前 波兰 立陶宛和条顿骑士团的兵马 各自在不同的村庄驻扎 所以也就有了三个不同的名字 当时三国兵马也都是主力部队 清朝而出 波兰军队的统帅是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 也就是原来的立陶宛大公亚盖沃 而立陶宛的统帅 则是瓦迪斯瓦夫二世的堂兄弟 如今的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 至于条顿骑士团的统帅 是他们的总团长 乌尔里西冯荣金恩 只可惜这三个国家级别不够 只能算是王国或者公国 配不上帝国的规格 所以没能率先抢下三皇会战 这个霸气的爱地 条顿骑士团总团长荣金根 他觉得敌人人数占优 所以想以一代劳 可是等了半天 也不见对方发起进攻 于是荣金根总团长就想到了一招 激将法 他派了个使者 去面见瓦迪斯瓦夫二世和维陶塔斯 送给两人一人一把配件 然后条顿骑士团的这个使者 就用挑衅的口吻说 我们总团长派我前来 送给二位王公一人一把宝剑 希望能帮助二位作战 受到挑衅的玻璃联军 果然率先发起了进攻 只可惜立陶宛的清骑兵 可没有蒙古攻骑兵 那么高明的战术和剑术 所以面对顶盔冠甲的 条顿骑士团的重骑兵 很快就败下阵来 然后条顿骑士团 集中主力部队猛攻波兰 一度甚至杀到了 瓦迪斯瓦夫二世的率仗之前 虽说这时候 波兰还没有开始组建 日后声名辖尔的义骑兵 但是波兰骑士的人数 远远超过条顿骑士团 所以还是得以扭转了战局 看到波兰骑兵 已经成功扭转战局 撤退的立陶宛骑兵 也重新投入战场 最终随着条顿骑士团 总团长荣金根 被立陶宛骑士斩舵马线 群龙无首的条顿骑士团 陷入重围 包括400名骑士在内的 8000人战死 另外还有17000多人被俘 参战的高级将领 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时候 展现在瓦迪斯瓦夫二世面前的 是一个一战就灭亡 条顿骑士团的绝佳两极 但是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瓦迪斯瓦夫国王 他犹豫了 由于始料的匮乏 所以对于这背后的原因 也存在着不同的猜测 有可能是因为瓦迪斯瓦夫二世入主波兰之后 他和维陶塔斯之间围绕着立陶宛的统治权 一直都有分歧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并不好 而是各怀鬼胎 相互提防 也可能是因为亚德维加女王 之前已经因为难产去世了 而他和瓦迪斯瓦夫二世之间 唯一的女儿也没能活下了 所以瓦迪斯瓦夫这个坠续 在波兰的正统性就受到了质疑 所以麾下的波兰贵族们人心不稳 不那么听话 总之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波兰军队在取得了 格伦瓦德战役的辉煌胜利之后 在战场上又滞留了三天 然后才开始缓慢的 向这条顿骑士团领地的腹地开始蠕动 等到他们抵达条顿骑士团 总部驻地马尔堡的时候 已经又过了八天了 在这八天里 波兰军队平均每天 只前进了15公里 对于一支骑兵部队而言 这绝对算是蠕动了 所以等到波兰大军抵达 马尔堡城下的时候 死里逃生的条顿骑士团 早就选举出了新的总团长 而且完善了城池防御 所以波兰大军围攻马尔堡两个月 最终无功而返 然后双方签署了第一次托伦合约 在领土上基本算是恢复了战前的边界 但是因为条顿骑士团有上万名俘虏落在波兰手里 这其中不乏条顿骑士团的高级成员 所以条顿骑士团必须要在四年内陆续向波兰支付一笔高昂的赎金 这笔赎金的总量相当于当时英格兰政府年收入的十倍 所以在战场上遭受到了重大挫折的条顿骑士团 在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内部追究责任 然后还真有收获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俗称是西裔同盟的条顿骑士团内部的秘密反战组织 于是条顿骑士团就开始对西裔同盟的成员展开清洗 可是这些西裔同盟的成员也并非是泛泛之辈 他们主要都是一些已经德意志化的普鲁士本地贵族 所以这些人纷纷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起义 然后互相联合 宣布建立了一个对抗暴行与不公同盟和条顿骑士团对抗 这就是历史上的普鲁士联邦 然后普鲁士联邦就去请求波兰的保护 波兰那当然是新人应允应邀出兵 最后是在罗马叫停的调停之线 两国才再次结束战争 签署了第二次托伦合约 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被一分为压 西普鲁士成为了波兰领土 被称为是王室普鲁士或者叫波鼠普鲁士 而东普鲁士虽然仍然处在条顿骑士团的统治之线 但是从此之后条顿骑士团就是波兰国王的封臣了 战上了条顿骑士团之后 波兰看起来是达成了足够多的时代目标 从此也开启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公元1569年 中国的名牧宗龙庆三年 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在波兰东部城市 卢布林举行了一次亡国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 波兰和立陶宛建立统一的议会 军队货币和外交系统 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除了地夸亚欧的土耳其和俄罗斯之外 当时欧洲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 卢布林联盟就此诞生 卢布林联盟建立三年之后 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去世 雅盖沃王朝宣告绝死 之后波兰议会虽然接受了 齐格蒙特二世的妹妹 49岁的安娜·雅盖隆卡女亲王 王位继承人的身份 但是议会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让一直没结婚的安娜 必须要找个丈夫 作为共治国王 统治波兰 一开始 法国国王查理九十的弟弟 安如公爵亨利 幸运当选 被邀请来波兰当国王 可是等到亨利兴高采烈的 来到波兰之后 这才知道 要想当国王 先得跟比他大了28岁的 安娜女亲王成婚 在那个人们普遍十几岁就结婚生子的年代 28岁 亨利都可以管安娜叫奶奶了 所以一听这个要求 亨利立刻就退缩了 然后也是上帝帮忙 亨利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哥加崩了 所以亨利就趁机借口 不愿意放弃法国的王位继承权 所以就主动辞掉了波兰的王位 返回了法国 回国之后 亨利顺利继位 这就是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 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法王亨利三世 然后波兰最终选择了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特凡巴托利 成为了波兰历史上又一位坠续国王 即卡其密日三世之后 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九次诞生 其实早在齐格蒙特二世在世的时候 波兰就已经和新生的俄罗斯帝国之间 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就是利沃尼亚战争 原本齐格蒙特二世 已经把利沃尼亚纳入到了波兰的保护之下 但是俄罗斯的一番雷地 他趁着齐格蒙特二世去世 波兰王位空缺的这个机会 迅速出兵利沃尼亚 控制出了除了塔林和李家之外的利沃尼亚全境 据说控制住了利沃尼亚之后 一番雷地还派了个使者去拜访当时的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 想要联合哈布斯堡家族 趁着波兰王位空缺的这个机会 两国一起瓜分了波兰 这俄罗斯人叫上德意志人瓜分波兰的历史 差点就提前了两百年 不过波兰还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这位鲁道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家族 有名的宅男 他不仅性格上沉默寡言 而且特别不喜欢抛头露面 像是什么接待外国使臣 主持内阁会议 参加宗教仪式 这些他都不愿意参加 甚至就连出去旅游他都不喜欢 这位陛下最大的爱好 就是宅在家里研究占星术和炼金术 堪称是欧洲版的中小帝君 万寿帝君 所以对于一番雷地提出来 瓜分波兰的这个建议 鲁道夫二世当然毫无兴趣 打仗怎么可能比做化学实验更有意思呢 而后随着斯特凡巴托里的登机 波兰被俄澳两国瓜分的危机 算是解除了 斯特凡巴托里继位之后 他先是和瑞典还有土耳其 缔结了反俄同盟 约定共同行动 然后他改革了波兰军队 他把原来混乱的波兰军队 重新编成了各司其职的重骑兵 轻骑兵还有突击骑兵 据说是为了恐吓敌军的战马 所以波兰的骑兵都配了一堆巨大的羽翼 这就是历史上声名下尔的波兰义骑兵 完成了战争准备之后 斯特凡巴托里发起了对俄国的反击 他并没有直接去争夺利沃尼亚 而是唯卫救赵 亲自统帅波兰打军杀入俄国本土 攻占了位于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波罗茨克 然后波兰的盟友们也都是闻风而动 瑞典大军在利沃尼亚登陆 土耳其也派出了他的附属国克里米亚 对俄国南部边境发起了全线袭击 陷入重围首尾难顾的伊凡雷蒂 赶紧求和 表示愿意让出除了港口重镇纳尔瓦之外 全部利沃尼亚领土 但是斯特凡巴托里心里明白 这不过是伊凡雷蒂的缓兵之计 他决心绝不给俄罗斯留下任何出海口 所以斯特凡巴托里继续从波兰本土争调打军 亲自统帅深入俄国腹地 去围攻连接莫斯科和利沃尼亚的俄国西部交通枢纽 普斯科夫 而就在波兰和俄国在普斯科夫城下浴血奋战的时候 瑞典趁机在利沃尼亚攻城掠地斩获颇风 斯特凡巴托里就觉得 这瑞典能够取得如此战国 那是因为波兰牵制住了俄军的主力 所以他就派去使者 要求瑞典和波兰分享他夺取的利沃尼亚城池 瑞典呢当然舍不多了 瑞典觉得这些城池都是瑞典军队打下来的 被小妙分给波兰 所以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是就此破裂 虽然失去了瑞典这个重要盟友 但是凭借着强大的义骑兵 波兰仍然牢牢地占据着战场上的优势 最后俄国以戈壤利沃尼亚和波勒斯克为代价 换回了被波兰占领的其他俄国领土 对俄战争结束几年之后 斯特凡巴托里就去世了 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虽然说这时候的波兰已经开始在政治体制上 实行了所谓的自由选王制 但其实就和隔壁实行了类似制度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 血统继承仍然拥有道德上 或者叫做正统性上的优先权 所以在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 最后还是由安娜的外甥 瑞典王子西基斯蒙德 继承了他遗父留下的王位 这就是波兰瓦萨王朝的齐格蒙特三世 正是在齐格蒙特三世在位期间 波兰大军在1610年到1612年这两年间 一度占领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正式达成了阵路的成就 今天俄罗斯的联邦节日 民族统一日 就是为了纪念波兰军队 在1612年11月4号撤离莫斯科而设立的 齐格蒙特三世在位期间 恰好是俄国从琉里克王朝 过渡到罗曼诺夫王朝的混乱时期 当时俄国国内的各种天灾人祸 导致当时统治俄国的格东诺夫王朝 非常的不得人心 所以齐格蒙特三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 打着拥戴琉里克王朝末代沙皇 费奥多尔一世同父异母的弟弟 德米特里皇子的旗号 禁兵俄国 在占领俄罗斯的这段时间里 波兰曾经先后策立过三位德米特里沙皇 这就是历史上的伟德米特里 一世二世和三世 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都认为 真正的德米特里皇子 早就被哥东诺夫王朝杀害了 所以波兰人找来的这三个 其实全都是冒牌货 公元1668年 中国的清圣祖康熙七年 原本就对当国王毫无兴趣 只想着祈祷和聚餐的波兰国王 杨二世卡奇米日 终于熬过了长达13年的俄波战争 他决定退位出家 放弃波兰王位 去法国当耶稣会的修道院长去了 这场俄波战争 就是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失败之后 俄国和波兰为了争夺乌克兰而爆发的战争 杨二世退位的时候 他自己没有孩子 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 侄子外上 乃至于什么堂姑表叔之类的 也全都去世了 以至于他们家很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家 也早就绝色了 因此杨二世退位之后 波兰的自由选王制度 终于彻底进入到了自由发挥的时代 各式各样的人物开始登上了波兰的王位 比如之后 因为打败了风头正盛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而被称赞是基督教救星波兰雄狮的杨三世索别四季 他原本只是波兰的一个普通贵族 号称能徒手掰断马蹄铁 有365个私生子女的强者奥古斯特 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选侯 也正是在此期间 波兰的贵族们满足于贵族民主制度 所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优越感 全然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邻国们 已经开始依靠着近代化的官僚制度 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等到真正有足够多的波兰有识知识 注意到了世界的变化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公元1772年 中国清高宗乾隆37年 在俄罗斯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武力威胁之下 波兰议会被迫同意 把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割让给这三大墙连 这也就成为了三国瓜分波兰的开始 23年之后 正当大革命在法兰西风起云涌的时候 波兰彻底从世界版图中消失了 从公元966年 梅什科一世归天主教开始 人类历史第一次进入到了一个 毫无波兰的时代 之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 波兰在拿破仑一世的保护下 曾经遗度复国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随着法兰西皇帝兵败来比锡 波兰再次消失了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波兰才建立了独立的波兰第二共和国 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 成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临时国家元首 波兰复国之后 很快就和他大部分邻国之间 爆发了各种各样的边境冲突 这其中最著名的 那当然就是波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苏波战争了 按照后来苏联政府的观点 苏波战争是苏俄抵抗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一个延续 确实在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时候 波兰也是一同出兵 在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境内和苏俄红军作战 但是当时波兰对于对俄战争一直都是三心二意 做做表面稳强 因为当时苏俄领导人列宁曾经公开表示 说瓜分波兰是沙俄帝国的罪行 波尔什维克愿意承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是波兰领土 所以相对于所谓的白俄武装 波兰显然对于波尔什维克抱有更多的幻想 但是随着苏俄红军在战场上开始转手围攻 甚至公开亮出了输出革命解放欧洲的旗号之后 波兰和苏俄之间的冲突开始变得尖锐和血腥了起来 1920年毕苏斯基和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西蒙·彼得·刘拉 签署了华沙条约 双方缔结同盟 共同对抗苏俄 波兰在苏波冲突前线的兵力 也从10万人增加到了50多万人 占到了当时波兰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苏俄这时候也在白俄罗斯境内 集结了一支70万人的打军 一场决战在所难免 意识到了这个局面的波兰决定先发之人 1920年4月24号 波兰军队发起了代号基辅行动的猛烈攻势 迅速击退了乌克兰境内的苏俄红军 在两个星期之后占领了基辅 不过苏俄很快就发起反击 迫使波军退出了基辅 然后苏俄政府人民号称是红色拿破仑的苏俄名将 苏俄西纬方面军司令米汉伊尔托阿切夫斯基 为西部战线总司令 作为对波兰战争的总指挥 在托阿切夫斯基的指挥下 苏俄红军集中了四倍于波兰的兵力 开始全线反攻 波兰军队顾此施比开始节节败退 苏俄红军以平均每天30公里的速度 杀入波兰本土 对华沙形成了包围之势 1920年8月10号 苏俄红军的一支哥萨克骑兵渡过维斯瓦河 首次对华沙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这时候的托阿切夫斯基 可以说是意气风法成竹在胸 全面解放波兰的彻底胜利 仿佛就在眼前 然而托阿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 战争的胜负已经在战场之外 发生了逆转 波兰军方的情报部门 成功的破译了苏俄红军的通讯密码 已经地图全开的毕苏斯基 在法国军事顾问的支持下制定了一个大胆的反攻计划 波兰第五集团军 趁着苏俄后续围城部队远道而来 尚未休整的机会 突然发起反击 逼退了苏俄红军的第三和第十五两个集团军 然后毕苏斯基自己亲自率领一支有两万名 酒精沙场的波兰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 穿过了苏俄红军西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的缝隙 直扑苏俄后方 打算切断托阿切夫斯基西线司令部 和苏俄红军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系 虽然托阿切夫斯基并不知道自己的通讯已经完全被对手掌握了 但是他还是看出了苏俄红军部署上的漏洞 所以他命令南线的西南方面军和第一骑兵集团军 迅速北上 配合西北方面军 合为华沙 可是这时候苏俄西南方面军正在围攻利沃夫 所以西南方面军的布尔什维克政委 不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战功 去给托阿切夫斯基打下手 所以他说动了 本来就和托阿切夫斯基有些救援的西南方面军司令 还有和他私交不错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 这两支部队因此都没有北上去支援华沙战场 所以苏俄红军被迫放弃了围攻华沙的打算 开始向东溃退 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和奇迹 而这三位拒绝奉命北上的苏俄高级将领 也都是后来在苏联历史上声名辖尔的任务 其中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 就是那位笃信坦克不可能取代战马的苏联英雄谢苗布琼尼 而西南方面军的司令是后来一度出任苏联驻华武官 还曾经给中国著名的岛戈将军冯玉祥 当过一段时间军事顾问的苏联元帅亚历山大叶格洛夫 至于那位始作勇者西南方面军政治委员 那就更加著名了 他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华沙战役惨败之后 苏俄红军的士气遭到重创 只得向波兰求和 而波兰在占领了大部分两国之间的争议领土之后 也接受了苏俄的求和 两国签署了礼家条约 结束了这场战争 为了避免毕苏斯基成为波兰的独裁者 趁着他在前线和苏俄红军作战的机会 波兰议会在1921年3月 通过了一部严格限制总统权力的新宪法 所以德顺回国之后的毕苏斯基 就放弃了参选新一届的波兰总统 可是在之后的五年里 波兰的民主制度运转的非常失败 国内一片混乱 因此在1926年5月 毕苏斯基在波兰军官团 知识分子 以及甚至是包括了波兰共产党在内的 左派政党的共同支持下 发动军事政变 夺取了国家政权 这就是波兰历史上的五约政变 然后毕苏斯基 以波兰战争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 成为了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 此后的十年里 波兰经济繁荣社会发展 俨然重新成为了欧洲的一个大国 不过和古罗马出名的军事独裁者 尤里乌斯 克尔尼里乌斯 苏拉颇有几分类似 毕苏斯基去世之后 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政治继承人 留下的只有一套他自以为行之有效 但其实完全是依赖于他个人为望 才能正常运转的政治系统 因此之后的波兰政府 在内政外交上一再举措失当 最终在四年之后 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挂分 人类历史也就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进入到了第三个毫无波兰的时期 而震惊世界的卡廷大屠杀 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二战结束之后 根据英美苏三国瓜分世界的协议 苏联在二战中吞并的波兰领土 在战争结束之后 就被承认是苏联领土 作为对波兰的补偿 波兰和德国的边界被向西 推到了奥德河尼斯河一线 这就是欧洲战后著名的 向左转 骑步走 向左转之后的波兰版图 相比于战前损失了五分之一 这比当年打输了一战的德国 损失的领土比例还要高出许多 1947年在苏联的主持下 苏联独裁者斯达林的亲密盟友 常年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波兰工人党创始人 波兰斯瓦夫贝鲁特成为了波兰总统 然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左翼成员 共同组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 成为了波兰唯一的执政党 而波兰的正式国名 也从此改成了波兰人民共和国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召开 为了给老大哥捧场 各国共产党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 出席这次会议 波兰代表团就是由贝鲁特亲自领先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新上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发表了他那份著名的秘密报告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这份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在整个东方阵营都引起了巨大震动 作为斯大林的亲心故旧 贝鲁特在报告结束之后 回到酒店就犯了心脏病 两个星期之后就因为心肌梗塞 病死在了莫斯科 成为了波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 被吓死的国家元首 贝鲁特病逝之后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 兼总政治部主任 爱德华奥哈布 继任波兰领导人 但是很快就在波兹南事件中下台了 1956年6月 一年一度的波兹南国际波兰会 在波兰中部城市波兹南召开 于是波兹南的一些工人们就趁机举行集会 想要向来主持波兰会的波兰中央政府官员请愿 希望能够改善一下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 但是这些来到波兹南的波兰高官们 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办完博兰会回去交差 所以他们对于工人的请愿是一再敷衍 这就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后来又有传言传来 说是工人们派去首都华沙请愿的代表 已经被政府逮捕了 这就立刻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很快数万波兹南市民聚集了起来 人们高喊着俄国佬滚回去 打倒秘密警察 如此之类的口号开始冲击波兹南的政府机关 对此波兰政府也是立刻做出反应 波兰裔苏联籍的波兰国防部长康斯坦丁 罗科索夫斯基亲自下令 调集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步兵师 出动一万多士兵400辆坦克 去波兹南镇压抗议民众 按照波兰政府自己事后承认的数据 镇压行动一共造成了74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这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死者 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名叫罗曼斯卡乌科夫斯基 这个小孩后来就成为了波兰民众 反抗极权统治的一个象征 波兹南事件爆发的时候 正值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举办期间 所以包括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什尔德在内的大批外国人 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然后随着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波兰军队的暴行也就传遍了全世界 国际舆论自然是一片哗然 这就给波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因此三个多月之后 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之前因为反对斯大林干涉波兰内政 所以被把关判刑的波兰工人党的另一位创始人瓦迪斯瓦夫 戈姆尔卡当选为新议院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在戈姆尔卡的强烈要求下 罗克索夫斯基被解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以及波兰政府国防部长的职务 戈姆尔卡在组建了新一届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之后 就开始对波兹南事件进行了平反 他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挑起的 这种笨拙的企图在证据上是非常幼稚的 戈姆尔卡上台之后 立刻就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安 所以赫鲁晓夫在没有任何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突访波兰 同时波兰境内的苏联驻军也突然调动 对华沙隐隐形成了和谓之势 不过在和戈姆尔卡的促膝长谈之后 赫鲁晓夫认为戈姆尔卡和他的新政府并没有背叛苏联的打算 他们想要的只是波兰内政的自主权而已 所以赫鲁晓夫下令苏军撤回兵营 并且同意了戈姆尔卡的要求 撤走了苏联安插在波兰政府中的所有官员和顾问 比如罗科索夫斯基 戈姆尔卡在位期间确实对于波兰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 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奉行的苏联模式 跟波兰社会传统以及民心民意 实在是太不匹配了 所以戈姆尔卡各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努力 总是会引起波兰工人们各种各样的抵制 甚至是罢工 所以波兰政府连续几个五年计划 都没能达成预期的目标 1970年波兰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引发了民众罢工抗议 波兰官民之间又一次爆发了流血冲突 这就是波兰历史上的12月起义 最终这场社会动荡以戈姆尔卡下台而告结束 然后波兰的新政府就推出了高速度 高积累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 波兰开始大量引进外资 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 一眼望去 整个波兰那真是一片欣欣向荣 如火如荼 然而在经济一片繁荣 民众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的背后 是波兰政府支付的各种补贴 已经占到了他财政预算的40% 而波兰欠下的外债 已经直逼他全年的国民总收入 所以波兰政府不得已在1976年 停止了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补贴 毕竟吃饭不能靠政府 饭钱还得自己补 所以波兰政府决定 还原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属性 要让价格更好的反映生产成本 于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涨过价的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 开始出现了价格大幅上涨 那然后呢 那自然就又是一连串的民众抗议示威 军警坦克上街 然而对于国内如此动荡的局势 波兰政府又出了个昏招 1978年 波兰籍的天主教书籍主教卡洛 摩伊地瓦当选为第264任罗马教宗 这就是著名的约翰保罗二世 约翰保罗二世不仅是最近500年来 第一位非意大利裔的罗马教宗 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位波兰裔和斯拉夫裔的罗马教宗 所以他的当选就在有着身后天主教传统的波兰 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因此波兰政府就邀请约翰保罗二世 在1979年访问波兰 公开的理由是为了纪念第一任克拉科夫大主教 斯坦尼斯劳斯逝世900周年 其实呢 无非就是想让罗马教廷来捧个场 显示一下波兰政府的开明 以及波兰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安抚一下波兰国内的民心 转移转移民众舆论的注意力 然而事与愿违 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 引发了上百万波兰民众的极力朝圣 教宗所到之处 无不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结果原本是打算给波兰政府粉饰太平的表演 变成了罗马教廷对于波兰天主教会的一次大检阅 更是成为了波兰民众对于信仰无神论的波兰政府的一次公开政治示威 所以就有观点认为 引发了东方集团垮台的 其实并不是米哈尔格尔巴交夫 也不是罗纳德里根 而是约翰保罗二世 确实就在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的第二年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 第一个在共产党国家中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会组织在波兰成立了 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绝母人团结工会 为了镇压团结工会波兰从1981年年底开始实行了差不多两年的全国战事状态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1988年波兰再一次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罢工运动 在民众巨大的压力之下 波兰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2月和团结工会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 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且承诺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9年6月4号 波兰举行全国大选 团结工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他们获得了众议员161个席位中的160个 参议员99个席位中的92个 当年年底 波兰修改宪法恢复了波兰共和国的国名 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波兰第三共和国 然后统治波兰45年的统一工人党 召开了他们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宣告解散停止活动 2003年 波兰通过了申请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 然后在第二年的5月1号 成为了除东德之外 第一批加入欧盟的前东方集团国家之一 波兰乃至于欧洲的历史 也就此掀开了崭新的篇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